接下來就是我們回到我們真正的打點的圖 我跟你講過打點計時器的點圖 一個就是看出如何運動 一個是加上數字可以計算 這就是我們前面講過的我向左邊 第一張圖形式叫做越來越快 第二張圖形式叫做越來越慢 這表示速度有改變表示有加速度 於是乎第一種問題是不用算 我從左向右拉 請問你一些問題不用算探圖就曉得了 好來請問你誰是靜止不動 請問你誰做等速度運動 誰越來越快誰越來越慢 誰的加速度你再打 你覺得呢第一個問題 你覺得這裡面一二三四裡面誰是不動的 所以我們前面講過嘛誰不動 現在在這裡等一下在這裡一直都在這裡 所以只有幾個點一個點 所以誰是靜止不動的 一 所以一就叫做靜止不動的 那誰在做等速度運動呢 等速度什麼意思 要在相同的時間走過相同的距離嘛對不對 那打點進食器的特點是什麼 兩點間的時間間隔是一樣的 所以每兩點之間的時間間隔一樣 那如果每兩點之間的距離一樣 就表示在相同的時間會走過相同的距離 所以誰應該做等速度運動 這跟誰做穩運動 三嘛 三 所以三要做等速度運動 那這裡誰是越來越快誰是越來越慢 這個跟我剛才不一樣怎麼樣不一樣 我剛才給各位例子是向左邊拉對不對 就是怎麼樣向右邊拉 我跟你講過了 你要注意他的圖給的是向左拉還是向右拉 你才知道誰是第一個點 然後你才會知道是越來越快還是越來越慢 我現在向右邊拉 所以誰是第一個點 左邊還是右邊 右邊第一個點對不對 右邊第二個點 那誰表示我越來越快 越來越快 距離要怎樣 越來越 大 越來越大 OK 那誰跟少誰啊 誰跟誰 誰是後面進得越來越大的 那很簡單 那誰越來越慢 就是 二嘛對不對 下一題比較 囉嗦 你們會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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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們同學選答案的原因 通常是因為直接看 直接看 看什麼呢 喔 覺得這個比較大 阿這個比較小 所以這個大 阿這個小 你們通常會這樣想 所以呢你們就選了答案叫做 這個想法是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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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這個比較大塊 然後那個想法是最 這樣 這是錯的想法 為什麼叫錯的想法 因為那個間隔式距離 所以 比較大 代表什麼意思 平均速度 比較大 不代表加速度 比較大 那應該怎樣 應該是 這裡有一個平均速度 這裡有一個平均速度 這兩個間隔 大一點還是 小一點 比較大的 Delta V大 所以 加速度 大 比較小的 Delta V小 所以加速度 小 這樣才是一個正確的想法 不過咧 就沒差啦 反正呢 考試又是寫對就好了嘛 比較好 但是 這樣才是正確的想法 才是說 那樣的判斷 才是所謂的 加速度的判斷 你光看那個間隔 那個間隔出來的 叫做 速度 叫做 加速度 不要加速度 然後注意這件事情 這就是我們的 立體08 這個是 不用算的 不用算的 考試也不一定要考計算 我就畫圖問你 這在做什麼事情 你看得出來就可以 你看得出來就可以 不用算 那待會 有會需要算 那是另外一件事 OK嗎 OK OK